卫生部门有信心控制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卫生部人士还表示 经过对一万三千多人的临床试验 我国生产的抗甲硫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 不良反应率极低 而且都是轻微的症状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再次向我国七家疫苗生产企业 下达了4204万剂甲硫疫苗的生产计划 与此同时 国家也已经完成了1300万人份的甲硫防治药物达菲的储备任务 目前各地接种疫苗工作陆续展开 我们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如果有发热的症状不能够接种疫苗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30号重申按照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要求 接种甲硬H1N1流感疫苗是安全的 人体接种甲硫疫苗的反应与接种普通流感疫苗后的反应基本相同 这些反应属于正常现象 世卫组织专家建议 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 成年人和10岁以上的青少年 只需注射一剂甲硬H1N1流感疫苗 另外没有相关的试验结果显示 接种甲硬H1N1流感疫苗会对孕妇造成直接或者是间接的不良影响 在美国 美国卫生部门官员表示 目前可能有570万美国人已经感染了甲硬H1N1流感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症状并不严重 在10月18号到24号 有22个与流感相关的儿童死亡病例 其中19人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 此外目前美国疫苗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奥巴马已经对制药公司未能如期交付足量的疫苗表示了不满 美国政府原希望在10月底前能够有4000万只疫苗到位 但是目前预计只能到位2600万只 连接上海浦东和崇明岛的上海长江隧桥 今天上午正式通车 上海长江隧桥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隧桥结合工程 分为隧道和大桥两个部分 南隧北桥 其中长江大桥连接长兴岛和崇明岛 长约16.6公里 长江隧道连接浦东和长兴岛 长约8.9公里 长江隧道最深处建于长江水面下55米 长江大桥则设计了双向六车道 外加两条轨道交通预留通道 在设计上能够承受超过12级的台风 以往从上海市区到崇明岛 坐车再换轮度需要75分钟 隧桥贯通之后 车程可以缩短到一个小时之内 通行费用方面 小客车由浦东到崇明 单程式50元人民币 昨天下午 国道207线山西省阳泉市境内 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旅游大巴在转弯时 撞毁了路边的水泥护墩入山沟 造成13名乘客死亡 41名乘客受伤 目前伤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最近武汉出了一个楼高高 一栋本来只能建12层的经济试用房 开发单位却不顾规划部门的多次制止 一口气就把房子建到了20层 从本月27号起的规划部门入场强拆 下人冠者来尽充时 和他尽充可以 给他尽充时